大家好 那這個是那個Coding Cafe 就是幫那個 AP325 然後製作了一個 Deepup的那個 環境 然後大家可以用這個環境呢 去練習 那個 有關於AP325的一些 那個範例啊 跟 因為AP325有很多 很好的測資在上面 吳教授已經把這個 那個教材弄得非常的完整 所以 但是因為就是 他有一些是因為 是在Linux Share上面 的測資的環境 那 剛好那個 Gipup呢 是VSCode再加上 那個Linux的VM 整合起來的一個 線上環境 那學生可以不用那個 去做 安裝啊這些東西 那只需要有 Gipup的帳號 然後另外再授權給 Gipup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面就可以 操作這樣的環境 不過這支影片沒有介紹那個 Gipup的這些 那些 那個註冊啊這些流程 那 我們 有別的影片有介紹 那 那個 會在相關的地方 放 這些連結給大家 好 好 那我們就來 開始 介紹一下 那 剛剛提的就是 Coding Cafe 幫 那個AP325 製作的 Gipup的環境呢 基本上面是這個 那 因為 Coding Cafe 的那個 這個 Repository的 也有 就是 C跟C++的 Gipup的環境 那 當然也不 就是 不在這影片 那 請大家再去參考別的影片來 來看 那 好 那 這個是 AP325的部分 那 這邊的Code 沒有太複雜 除了Gipup的設定 檔之外 那這邊多了一個 那個 AP325的 那個 目錄區 那我們待會會來操作看 怎麼去使用這個目錄區上面的 那這個目錄區的內容呢 基本上面都是從那個 吳教授放在那個 那個 那個 呃 Facebook上面 的這個 連結的內容裡面 下載下來的 那 那個 我沒有把 那個 把它全部 下載下來 因為這個只是做個示範給大家看 那因為 第一 就是 呃 我沒有想要把它變成 那個 那個 這個 Repository的 的 那個 內容 然後 而且呢 這個就是 呃 這個Repository呢 基本上面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Demo 然後呢 讓大家知道怎麼去用它 那 這影片呢 就介紹 怎麼去使用的過程 然後 然後當然可能還有一些操作細節 那我就幫大家 那個 呃 進行下去 那相關的 AP325的完整的測試 講義 然後跟範例程式呢 呃 請大家自己到那個 呃 那個 呃 胡教授這邊的臉書的 連結上面去下載 那我並沒有 那個 那個 就是所有權啊 這些東西 所以請 就是我可以幫忙介紹 但是因為 對 那 好 那我們這邊 就 那個 繼續這邊 然後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 AP325的內容 這個 呃 就是 這個folder的內容 那 基本上面 這個 呃 就是 除了 呃 這邊的TXT檔呢 是我 介紹的 我把它放進來的 那其他的都是 那個 呃 AP325裡面的 原始的 呃 程式碼 或者是相關的 那個 呃 share的程式 好 那為了方便起見呢 我把那個 呃 這個範例的那個 呃 在 那個 AP325的講義裡面 的那個 題目的內容呢 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待會我們會一起看 好 那 你一旦有 Github的帳號 跟 呃 GipHub的授權 還有就是 Extension都已經裝好的話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 呃 綠色的icon在這邊 好 然後我們就按下來 好 那 呃 呃 我這邊 很快的還是幫 那個 就是 呃 是透過這支影片 第一次看到GipHub的環境的朋友 很快的介紹一下 那 那個 如果有操作過VSCode的 呃 朋友的話 應該就知道說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VSCode的環境 這是第一個 然後 這邊是 那個 檔案的目錄區 然後呢 這邊是 那個 呃 相關的 呃 內容 然後 假設你要看這邊的檔案的內容的話 那就可以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就跟VSCode的操作方式就一樣 好 這是第一段 那第二段呢 是 因為它是Under在 呃 那個 VM底下 就是Linus的VM底下 所以其實在 你把這個Terminal打開來的時候呢 這些 就是相關的Linus的Terminal 然後再把這邊放大一點 呃 讓大家比較好看 然後 那個 呃 所以你這邊的Linus的指令 相關的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 當然我這邊就有一些 就是 C跟C++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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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然這影片沒有 呃 也不是介紹那個 Depop的 那個 相關的設定 所以我就 也不介紹 那個 呃 設定檔的內容跟 原則 好 好 那 呃 我們這邊簡單看一下 就是因為 這一個 這個AP3 我的Repository呢 我是從C跟C++那邊改的 所以呢 基本上面就留有那個 他這邊的一些簡單的說明 這是第一段 然後 到了這個folder上面去之後呢 呃 我這邊一樣有ReMe檔 那這個ReMe檔呢 就是 呃 接下來的Demo 那這個連結就是剛剛提到就是 那個 AP325的那個 Facebook的上面的那個 呃 社團的連結 那這個大家 就參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參考連進去 好 好 那 我這邊已經寫好步驟 那 當然 步驟有一些東西 要說明一下 那我就 呃 一併的說明 那當然如果你偷懶的話 就是 你就用CopyTester也可以 可以哈 好 像這樣 哦 好 那 CD到這個目錄上面去 然後 執行它 然後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出現一個A.2出來 然後 第二步 就執行這個的A.2 好 那這邊有印檔 那 其實 呃 叫做這邊其實蠻用心做這個 那我們其實先不急的看這個內容 那 那 因為 呃它的範例非常的多 所以呢 我們先把這個整個操作步驟 呃 解釋一遍 好 好 然後 接下來呢 就是去 那個 呃 一樣Compiler這個 好 那大家請注意哦 點C檔的話是GCC 好 然後 呃 這邊就好了 然後 呃 接下來呢 就是第四個步驟 那 第四個步驟 這邊要解釋一下 我們就一段一段來哈 我們先把它貼上來 但是不執行它 那 首先呢 這個星號指的是 就是這邊12345 然後這邊呢 就是 呃 理論上應該就要對應12345 好點OUT 那 這個是要 呃 這支程式 呃 呃 這個程式編譯出來的執行檔呢 去產生出來的哈 就是點OUT的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改成 1 1 好 然後 2 2 3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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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针对这个题目的程式写好了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就执行这个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小的语法上面的 待会会说明一下哈 好 那这边 那个 那这一支 这个范例呢 基本方面就是 我有 那个 就 因为这个其实是那个 IP325里面的 就是 这一题的范例说明啊 那我们就直接当成是你写的扣来做 去做这件事情好 那我们就一样是去编译他 就是gcc 然后 那个p-1 这个 那这边已经是写c cpp 所以这个就不能够用 gcc的要用g++ p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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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-325在这边写的比较general 所以 那个 他的执行方式是这样就是 比如说这个范例啊 那 这边我应该是 那个写叉叉叉叉叉会好一点的但是 这边其实就要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-1 -1 -1 那 为什么是这样啊 在这边简单说明一下那个share的 这个share的那个 层次 是 这个我已经改过了 这个不是那个 原来的 原来的部分 原来的部分 这个echo是没有的 然后 那个 其他部分我有加进去 那这个就 直接给大家参考 就是 因为原来的神势里面呢 那个 有一些注解跟那个秀出来的内容呢 我觉得也就是可以让他再 再更 直觉一点 所以就把一些内容把它加进去 比如说 然后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输出那个 测试输入的内容 然后呢 跟 就是要跟 就是 测试执行出来之后 然后是 output到这边来 TT来 然后 他每output的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for loop 就 1到5 这边1到5 然后呢 每 印 去执行这个 Aout 就是 会产生一个 Tambler的TT档 然后呢 再用Linus的DIF的指令呢 去比较 这个刚刚产生出来这个 点out档呢 跟这个TT档的差别 那我把它转向 那原来是没有转向这件事情的 然后 那个 把它转向到这个档案上面去 那我再用那个 if then else的判断 if then的判断呢 就是 如果这个档案 是完全 没有内容的 那就代表说 那个 TT档跟out 是 就是比出来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那就代表说 那个 就是 你写的程式跟 那个执行的 就是 跟这个测试的案例呢 是一样的 然后 然后这是第一段 然后 那个 那就会秀出来 就是No difference 这边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就会把这个 不一样的部分呢 然后 用 那个 那个 CAD 就是这个 Selena的指令 指令 要把这个 文字档的内容呢 给up的出来 好 那像这样 那 那就去执行他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啊 那个 印跟他的内容呢 然后这边呢 就是跟这个 A.2的 是没有 差别的 就一个一个 说明下来 好 那 那这边 啊 的demo大致上面 是这样 那最后 啊 一点点就是 我这边有把那个 这个 share的script 跟 就是 if else的 范例呢 写在这边 然后 大家可以 参考看一下 那当然还有一些 指令上面的差别 那另外呢就是 我刚刚有提就是这个 check的share档呢 那个 我改动的部分是这个部分 那大家可以跟原来的 那个 check的share档 然后去做一下 比较 然后 就是 你 你用这个贴也可以然后改成什么样的方式也可以 那就自己参考一下看要怎么去做他 那 因为ap325的范例实在是 多 然后他的测资其实也相当的丰富 就准备的非常的完整跟好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呃 gip up的环境呢去做这样子的操作 那第一不用去安装 呃 vmware啊或者是virtualbox之类的 然后 那就是在弄自己在 电脑上面在弄一个 Linux的环境 那另外呢就是 那个 直接就在线上这样子去操作他 那就比较完整 这是第1个好处 然后第2个好处呢就是你 这边做完的练习呢 那相关的你就可以就是用 github把你的程式记录下来 好 那 这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啊